東京市中心的街道兩旁 擠滿了數千民眾 引頸期盼山王祭的遊行隊伍 在眼前經過 山王祭是日本三大祭之一 整個祭典活動多達11天 從隆重的祭典巡遊 到勇猛的庶民神教 各類活動精彩萬分 而山王祭中不容錯過的重頭戲 就是神性祭的祭典巡遊 超過300人的隊伍 在早上7點30分 從日之神社出發 沿著皇居周邊遊行 中途會經過東京的 七個主要景點 約在下午5點結束遊行 遊行中有穿著 日本傳統服裝的教夫 扛著神教 前後跟著打扮成 以前貴族和武士模樣的隊伍 還有可愛的兒童巡遊 增添火波氣息 山王祭是在江戶市上 1616年開始舉行的 為了慶祝將軍來到首都 通常都在偶數年的 六月中旬舉辦 日之神社在江戶時代 備受德川將軍家的禮遇 是將軍家認定的江戶城鎮守神社 也因此讓山王祭成為三大祭典之一 山王祭兩年一次能夠共襄勝舉 也算機會難得